我非常高興來到香港國際機場 和各位一起迎接 參加2023年世界警察及消防運動會的 紀律部隊建議 海船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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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見到自己的爸爸拿獎 我們在比賽中 與他拼搏的精神 大家很想去交流 他們都對我們很欣賞 我們都對他們很欣賞 大家都相當優秀 真的沒有說誰有什麼分別 大家都去維持社會的治安 和對自己國家的付出 10K和5K的賽事裏面 打破了兩個大會的紀錄 過程之中我體察到 其實我們有不屈不撓的精神 無論在我們工作中 還是在我們運動中 都能夠用得其所 這股的力量 令到我們可以有突破的空間 好 再一次恭喜各位建議 我們共同見證了一班傑出的運動員 在國際體壇城市上的非凡成就 亦都令到我們透過不同的渠道 繼續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 這次事件一再引證一些亂港的勢力 仍然死心不惜 他們是趁機作亂 借著不同的藉口和場合 抵毀並且挑釁香港的紀律部隊 肆意抹黑攻擊香港 企圖破壞香港國際形象 乃至繁榮穩定 對於各位參賽的特區政府紀律部隊同時 臨危不亂 沉著應對 秉持堅毅克制的專業精神 用實際行動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 我在這裏予以高度的肯定 任何人或組織企圖搞亂香港 破壞香港絕對是不會得逞的 亦都是定必以失敗告終 加拿大的事情發生 就沒有特別影響我們的心情 因為其實我們整個警隊 所有的同事都經過了2019年的洗禮 其實我們變得更加強大 亦都是有信心 亦都保持著一個團隊的精神 一起的出與入 接受訓練 準備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被這些事件影響的